大家好,歡迎各位來自全世界的朋友,我是Patrick,來自香港 今天很歡迎大家,無論是剛剛加盟的朋友,或者是尚未加盟的朋友 今天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特別的培訓 這是什麼呢?每一位朋友當你加盟的時候是必經的階段 其實在過去的六年時間,UHGS系統配合GC,我們一個的配合 令到產生了無數美元的百萬富翁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想,到底他們怎麼做呢? 今天,在接下來的50分鐘的時間,我會和大家深入地去分享 到底什麼叫系統的方法?我們到底怎樣借助在系統這個方法 可以借力去成功呢?而今天,在開始之前,我準備了一些資料 去和大家分享的,我先把我的資料開了出來給大家看看 OK,沒錯,就是這個了 我們今天整個主題,我們叫做NDO 中文就是經銷商的成功指南 首先,當我們加盟了,首先第一件事當然 歡迎大家,你加盟了,也代表著什麼呢? 你開始了一個屬於你自己一個成功的旅程 當你加盟了的時候,第一件你必須要留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加盟的時候,其實註冊了一個你自己的個人的網站 你選擇了一個名字,首先你要登入去你自己後台的網路辦公室 在裡面,你要確認你自己個人的資訊 當時註冊的時候,到底有沒有搞錯的? 第一步就是,在backoffice,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進入你的網路辦公室,然後去找個人檔案的一欄 那就確認,那個個人檔案的資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首先,在哪裡登入這個位置呢? 就是,見到我們現在這個圈夯住了一個登錄的位置 那你就登錄,那你按完之後呢,你就會發現 去了這個版面的了 那在帳號呢,你就輸入,你當時去註冊你的網店名稱 那你自己安排了一個密碼,然後在下面按這個lock in 當你一按了進去,你就會發現了這個版面 那當然,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版面是英文的介面來的 那你自己可以在後台上選擇語言的 你可以選英文,可以選中文,OK? 那在這裡,你會見到一個my profile 中文就是個人的檔案 那你將個人檔案,你點進去,按進去 那你就可以去修改你自己個人的資料了 那包括是什麼呢? 有一些公司是鎖定了的,為了安全的起見 那就是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證號碼 和你的出生日期是沒有辦法更改的 那如果真正有這些事情要更改的時候 我會告訴大家,有一個地方的 那個叫做客服中心 在你後台有一個客服中心可以更改的 那其他的地址,各方面的資料可以更改的 第二,我們要做的就是 因為當你開展這盤生意 我們必須要就是怎樣? 開始推薦我們的朋友 所以你必須要就是看一下 接下來你推薦那位的朋友 你會安排他放在左區還是右區 那這個部分也都在個人檔案裡面 你找一個叫做設定位置的欄目 設定位置 那你會見到它有三個選擇 一就是自動,另外就是左區和右區 如果你選擇了自動的話 當你介紹第一位的經銷商 我們會放在我們一個叫做公腳那裡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共同去經營那邊的營運區 那第二位的經銷商 就會放在我們叫做私腳那邊 就是你自己去建立 應該這麼說 放在你的私腿那邊 而第三位會怎樣? 如果你繼續都是選擇自動的話 就會選擇放在你左區或者右區 哪一區在那一刻是分數比較少的 就會落去分數少那區那裡 不過我強烈建議大家 最好都是怎樣? 按照你自己的選擇 將你的朋友安置在左或者右區 當你選擇了的時候 譬如現在你看到英文 我們選擇了自動的 當你選擇完之後 在下面你會見到有一個叫做 submit change 它是顯示英文的 這個等於確認件 按了進去 你就會鎖定了 新人 接下來的那位 加盟的位置 另外一個 就是進入我們後台的辦公室 就是怎樣 我加盟了 我怎樣可以享受 用會員價去購貨 在我們的後台辦公室裡面 你會見到一個叫做一般購貨的 在裡面你再點選 購物車 進去就選擇你的國家 因為無論現在你身處哪個國家 或者你註冊了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戶籍 你都可以選擇在你購物車 後台一般購貨購物車裡面 去選擇用我們的會員價購買產品 而寄到去我們物流可以配送到的地方 到現在我們大概有150幾 130個國家左右 在裡面呢 你都可以去 upgrade 去將你自己入會的套裝 你再升級 一切的都會在這個 我們叫做一般購貨的欄目裡面 而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什麼呢 每個月自動訂購的管理 因為大家知道呢 在我們的制度裡面呢 如果你要保持活躍的狀態 每個月呢 我們是消費60個CV 60個消費積分 那你其實就會保持著活躍的狀態 換句話說 每個月你的獎金 都會收到你的獎金 還有就是收到獎金之餘 還有就是你的分數 都是可以保留 可以累積的 那這個欄目在哪裏呢 你會看到都在你的後台的辦公室 我們有一個叫做 重購預購的訂購 那你進去 看到有兩欄的 那通常我們如果做這個 自動訂購的 我們會怎樣呢 很多的拍檔都會選擇 一次過它會去消費 六個月 九個月 或者十二個月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一次過去消費六個月的時候 換句話說一下 六個六十個CV 那公司會額外 會有一支我們Luminous的精華 是會送給你的 那所以很多的拍檔都會選擇 一次過我六個月 九個月 或者一年 因為如果你選擇九個月或者一年 會更加多的贈品 是會送給我們的 那當然 你可不可以選擇說 我每個月才買 也都可以 第二 你在後台的功能那裡 你可以選擇 就是每個月要求 就是公司 去到定時 每個月那天 就會在你的信用卡 自動購訴 然後將這件產品 寄到你填妥了的送貨地址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功能 好了 另外就是 關乎到今天發展這盤生意 所以我們都要了解到 就是我們組織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網店開到哪裏 以及我們的獎金收入的部分 而所有這些細節 你在哪裏看呢 你可以在你們後台的辦公室 我們看到有一個叫做營運報表 在營運報表那裏你按下去 你首先第一 你就會見到一個 我們叫做組織狀態 這個組織狀態 它還有一個英文字那個 當你一按進去 你就會非常清晰 你整個全球的組織到底是怎樣 因為你介紹的朋友 可能 譬如說 假設你今天身處在加拿大 但是你介紹的朋友在香港 你都可以在這個組織圖上面 你可以完全一覽無遺的 第二就是 它現在初步顯示 會顯示到三層 或者四層出來的 有時候如果你要 我當我在第四個層次 如果要再看下去怎樣做呢 你只需要 譬如說在這裡 你按看到L3 當你一按L3的時候 L3的位置就會跳去上屬這個位置 將你整棵樹就 就會升上去的 所以無論你的網店發展到 多少個國家 發展到多少間的網店都好 在這個圖表裏面 你都可以一覽無遺 可以全部看到的 而另外 就是關乎到獎金的部分 在獎金的部分 你可以在營運報表裏面 我們有一個叫掌金名誓的查詢 這個掌金名誓查詢 你便按下去 你開始會看到 選擇收入發放的日期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哲司 這個後台的報表系統 實在太完善了 它是由你第一天 在哲司得到的收入 一路會幫你記錄在裡面 當你如果想知道的話 你就選擇發放日期 我們看下一頁 你就會看到 當你一按這個搜尋 你按這個箭嘴的時候 它就會出了很多的日期 我們的獎金是每個星期發放的 我們用美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星期日 美冬時間的凌晨12點 我們就會截數 所以每個星期 你都會清清楚楚看到 到底你的獎金有多少錢 如果你想深入一點去了解 我這個星期賺了 假設一萬元的美金 那這一萬元是怎麼來的呢 你就可以選擇 選擇了那個 然後按搜尋 按這個 當你一按搜尋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更加明細的出來 比如說我剛才舉例 你賺了一萬元的美金這個星期 到底一萬元的美金哪裡來的 在裡面一目了然 你會看得非常之清楚 好了 當我們學懂了 我們怎樣處理好了 設定好位置 知道獎金的部分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環節 做什麼呢 就是大家當然 我們開始就怎樣 去做招募了 我們去做生產 那所以怎樣加入新的會員呢 你在我們的版面那裡 你會見到有一個 我們叫做立即加入 或者是我們舊的網站的版面 有一個叫馬上加入的 那你只要按進去這個 馬上加入的時候 不過這裏我想重新跟大家說說 當你的朋友要加入了 那你的朋友怎樣做呢 你必須要把你的網頁發給你的朋友 譬如說我舉個例 你的網頁是叫做 你的網名 選擇了是叫做 ABC123的話 那你的個人網頁是怎樣呢 就是 3w.abc123.genessglobal.com 那你就把這個連結發給你的朋友 那當你的朋友收到的時候 他就會見到 有一個立即加入 或者馬上加入的 那他只要一按進去的時候 就會去了你的後台 開始做註冊的了 那這個其實公司是保障 每一位的經銷商 讓他們可以就 有一個關係 因為捷司呢 他絕對不會接受 是沒有人介紹的朋友 去加入捷司的 所以每一位呢 他都必定是會有怎樣 有介紹人出現的 好了 當你加盟了 你的朋友 開始呢 你就會了解到 我們獎金計劃的部分 那這個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關乎到銷售利潤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銷售產品的 我們只是怎樣 將你個人的網站 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你的朋友看到 他要買的時候 他就在你的網站裡面 的購物車那裡買了 譬如說你看到現在 在我們的圖片那裡 你看到精華 那這個價錢呢 這個是在美國 我們的網店零售價來的 就137.9毫半 那如果你說在亞洲 譬如說在香港的市場 舉個例子 香港市場是141.9毫半的 但是 我們的會員價 公司計價給你多少錢呢 只是91.9毫半而已 換句話說 中間是有大概 51美元的差價 那這個差價呢 自動就會落了去你的獎金名勢那裡 也都是落了你的電子錢包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銷售利潤 那你的好處就是怎樣 你不需要窄貨 你不需要買些貨回來再轉售 一切收錢送貨都是由公司 去幫我們安排的 那第二呢 就是我們叫做推廣的反利 那這個合格經銷商 合格我們的加盟商呢 才可以享有的 那但是怎樣合格呢 我稍後會詳細和大家分析 那我們的推廣反利呢 是由25元美金到500元美金不等 當然了 視乎每個國家 他們的加盟套裝呢 亦都是不一樣 有少少的分別的 那所以都要看回 現在大家身處你們的國家 他們那個加盟的套裝 是有什麼選擇 那但是大部分 其實我們創業者呢 我們都會選擇一個 叫做一年份的套裝的 好了 跳入第三個部分 我們的獎勵計劃呢 就是全球業績的積分反利 那這個也是最吸引之處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 首先 你必須要成為合格的會員 何謂合格的會員呢 你必須要左面推薦一個 右面推薦一個 你只要符合了這個資格 你就是我們一位合格的會員 當你合格了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左區 和你的右區 分別出現了 300分 加600分 那你就會得到 35元的美金 而最震撼的是什麼 這900的積分 300加600 不是說必須要你去做回來的 可能是你的連鎖網店 就是你的朋友 他產生回來的業績 全部和你有關 換句話說 如果你連鎖今天 可能你在加拿大 介紹了一個新加坡的朋友 介紹了一個台灣的朋友 這個台灣的朋友 可能介紹來香港 香港介紹去馬來西亞 好像大家 如果平時 你有上我們Zoom 我們的視頻的說明會 你就會知道 我們的分享者 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地方 在當時其實我都不認識 那麼多全球的分享者 都是在過去短短的三年多的時間 讓我認識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所以 在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 其他連鎖網店做的回來 都和我有關 換句話說 其實 你每週不是收一次 每日不是一次 最多的 每個星期 公司是會安排最多 七百五十次的獎金給我們的 每次三十五元 換句話說 這裏就是十萬零五千美金一個月 當然 收入 我們沒有任何的保證 但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收入 在過去六年多的時間 已經有很多我們的總裁 他已經達到了這個收入的指標 好了 再下去 就是另一個部分 我們全球市場管理的反例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安排 當你介紹了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來到加盟了 他開始發展 他都會得到 剛剛我提到的部分 叫做積分的反例 所有 你這個第一層次的朋友 我們叫做第一級 他們賺取到的市場反例 你會額外多賺二十至三十個巴仙 但是 你必須要成為我們什麼 比翠級的經銷商 為什麼成為我們比翠級的經銷商呢 只要你直接推薦八個人 而這八個人的分佈 你必須要在你的左區或者右區 最少有三個人的 那你就成為了我們的比翠級的經銷商 而且這個比翠級的經銷商 我們是沒有任何時間的限制的 假設你一天介紹一個朋友 八天你介紹了八個人 那你第八天你就是比翠了 如果你一個星期介紹一個朋友 八個星期你才介紹八個朋友 八個星期後你就是我們的比翠經銷商 另外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成為我們珍珠級的經銷商 只要你推薦十二個人 而這個組合是三個九個人的組合 最少那一區是有三個人的 那你就不單止得到第一級的獎金 你會得到第二級的獎金 額外的百分之十五 而當你介紹十二位都是合格的經銷商 什麼叫合格經銷商 剛才我跟大家提過 那就是你介紹了十二位的朋友 這十二位的朋友 他都跟你一樣 左面介紹一個 右面介紹一個 這樣就為之他們十二位合格 那你就會得到我們第三級的管理獎金 那這個是百分之十的 當然一切這三個級別 在我們的小區那裏 你都最少要安排 你都要介紹到三位的朋友 在分別我們的小區 好了 當你了解了我們整個獎金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真真正正開始 怎樣 啟動我們的生意 那你啟動我們的生意 其實有兩個選擇的 有些朋友可能他說 我首先我想體驗一下產品 你可以選擇怎樣 一個體驗的套裝去加盟 那當然 這個也是因應著不同國家 不同的市場 我們的體驗套裝都有所不一樣的 譬如說以我們香港市場為例 那我們的體驗套裝 我們是960美元的 那也是一個體驗套裝 去體驗我們整個系列的產品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做好準備的了 我已經是怎樣 開始跟我朋友合作去發展生意的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提到 大部分的朋友 他都會選擇一個我們叫做商務的套裝加盟的 而且大部分的國家地區 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一年份的套裝的 那一年份的就是我們生意起步 當然是最好的工具 那當你也都加盟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開始要踏出我們事業的第一步 真真正正去開始我們整盤折施的事業 但是有些什麼 我們其實是要特別留意的呢 那第一 我們必須要清楚知道 就是為了些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生意 要懂得去講自己的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分享多一點 在過去的三年多 我在UHGS的系統 KIM創辦這個系統 真是教懂了我很多東西 我過去20年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經營我自己的事業 但是呢 去到最後 就算上了高峰 之後呢 其實都是一頭糊塗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今天不是用任何技巧去做 真真正正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發自 我們的內心 大家如果你有看過我們Zoom的視頻的說明會 你也會看到我們很多的分享者 他們都有很多自己一個成功的故事 或者他們為什麼會加入Zoom 在當中呢 他們都有一些生活的不圓滿 他們都有一些生活上面 或者是他們的事業 在他們的生意上面 都有一些痛處的 所以 其實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了解 為什麼今天我要發展Zoom 到底是不是我有事情想改變呢 是不是我想將生活質素提升呢 是不是為了我爸爸媽媽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呢 為了自己家裡的家人 為了我們的孩子 淋淋種種 而我們要知道的 並不是純粹為了錢 是錢 背後的價值 當我們如果得到這一筆財富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過什麼生活呢 我們想要些什麼呢 而我們就是運用這個 真真正正我們從內心去出發的呢 你今天就會懂得怎樣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們今天呢 是用真實的故事去感染到我們身邊的朋友 可能你的朋友呢 他的處境可能跟你都有點近似的 那中間大家就會怎樣呢 產生了一個的共鳴了 那這個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東西來的 而第二呢就是 你期待未來的六個月 在哲司想得到些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去定定我們的目標 因為我們人生呢 必須要有個目標的 並不是說 我發展六個月 當我做到些什麼 我達到了呢 就是我的目標了 我很記得 當時Patrick呢 我自己也是 我定了一個非常強大的目標 我來到的時候 我沒有夢想 因為過去二十年 跌跌碰碰 上過高山 也都跌過下來 已經三次那麼多 讓我呢 其實已經不夠膽再去夢了 幸好 有一次我真是 見到我們系統的創辦人 Kim Hui 他重現了我的夢想 那當時呢 我都定了一個目標 我要幾時下 我要達到我的紅寶石拼級 綠寶石拼級 鑽石拼級 真真正正是 因為 我有這樣的夢想 我有這樣的目標 最終 在二零一三年呢 我這三個目標 我都達成了 所以重點的是什麼 你一定要定好一個目標 我到底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 我在哲司 我想得到些什麼呢 然後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運算的方法 就可以計出來 譬如說 我六個月後 我在哲司 我想 舉個例 我想得到 一萬元美金一個月 或者五千元美金一個月 但是 怎樣可以去達到 你今天這個目標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去 怎樣 去計算的了 那我們系統的視頻呢 有很多工具呢 也會教大家這一方面的 但是 整體上你必須要 了解了這件事 定好 第二點 你的目標 好了 當你定好目標的時候 第三 就是你承諾 每天 你花多少個小時 花多少個時間 在這條生意上面呢 因為我知道 有些朋友呢 他是兼職的 有些正在做生意的朋友呢 他仍然維持傳統的生意 而今天呢 在哲司呢 他作為一個後備的輪胎 但是 最重要是我們期望要得到些什麼 到底 你付出多少的時間 放在這盤生意上面 因為哲司這盤生意很有趣的 在開始我們創業的過程的時候 在哲司呢 可能你的付出是會比較大 但是你的收穫是會比較小的 但是 當你去到中段的時候 已經建立了自己 開始一個國際的團隊 出現了的時候 當時的效果就不一樣 而當你去到後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工作少少了 但是你的收入呢 就多多的 第四點了 當你有了 定好這些目標的時候 也都決定了花多少時間 最後就是什麼呢 你要畫好這盤生意的 一個真正的藍圖 正如今天我們起樓而已 我們的藍圖很重要的 這個藍圖是什麼 就是你要列好你的人名單 也都是今天節思這盤生意 我們是一個生意的計劃來的 那你怎樣去列名單 在我們系統的工具下 我們有些視頻 UHGS的Official Channel 我們UHGS UH全球創庫系統 我們的視頻 的官方視頻 其實你也都會看到很多 我們都會有教大家 怎樣去列你的名單 應該要列在哪個國家 因為在我們節思這盤生意 我們不單止在現在大家身處的國家 我們這盤生意絕對可以怎樣 是引申到全球 所有 現在我們發展到一百三十多個國家 好了 這個呢 十分之重要 就是去經營我們節思一套黃金的法則 這套黃金的法則 有些人可能你會覺得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曾經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今天詳細去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是什麼 有些人呢 謹記大家 以下這些的呢 其實我自己都遇過 有些人你認為他會做的 你和你的朋友溝通 可能今天你了解完節思盤生意了 我有個朋友呢 嘩他很厲害的 他是怎樣的 他一定會做的 但是你和他溝通完的時候呢 他沒有反應 第二呢 你認為他不做的人呢 嘩 他又做得非常好給你看看 這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千萬不要做判官 我們不要做看上腦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把我們身邊的朋友圈的親朋戚友 帶入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系統呢 是會幫大家做篩選的 稍後我會講到這個部分 第三呢 有些人你認為 他是有能力做的 但實際呢 他又做得好像一般的 有些人你認為他沒有這樣的能力了 但是呢 他做出來的成績呢 嚇了你一跳的 所以大家謹記 千萬不要做看上腦 不要做判官 他判了個朋友 他不行的了 或者判了個朋友 嘩 他很厲害的 往往呢 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記住 第五點很重要 我記得Tim呢 經常性都教我們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四個SW 有些人呢 他會的 這個我們叫 Some will Someone will 有些人呢 他會做的 他要這盤生意的 第二個是什麼 Someone won't 有些人是 他不要的 他不要這盤生意的 而最重要是什麼呢 外面還有很多人 去找這個機會的 Someone waiting 而最重要 當你遇到一些人 不要的時候 那就怎樣 so what 又如何呢 下一位 我記得在這盤生意裡 Patrick呢 我經歷過無窮無盡的 reject 經歷過無窮無盡的 拒絕 這盤生意一定有 做傳統生意朋友 你看看 如果你做十次 你贏九次 輸一次的話呢 你過去賺的錢 全部沒有了 但是做節思不一樣 如果今天你做十次 和十個朋友溝通 有一個朋友說要 你輸九次 贏一次的話呢 我告訴你 都不得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 和過去傳統的生意 好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 我們投入的是投入什麼 我們沒有投入很龐大的金錢 我們只是投入了 我們的時間 和人脈 所以這個是兩至三年的 事業計劃來的 千萬不要想著 我做一個月看看行不行 No 你要看到成功背後的價值 到底有多大 所以大家在接下來 在Zoom的視頻 你會看到 很多很多 我們國際的 分享的朋友 你會了解到 他們的故事 有些是 可能是一年時間 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 有些可能長一點 兩年 三年 甚至乎五年 但是今天他們的成績 是完全可以 蓋過了很多 傳統生意的企業 得回來的一個利潤 最重要是什麼呢 今天在節思這個平台 賺到錢 是沒有任何頭痛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 承擔任何的風險 好了 當我們了解了 我們整個黃金的法則 開展就是發展你的生意 剛才我提到的 其實我們只是兩個步法 因為 因為消貿生意合作的夥伴 其實是一個篩選的過程 剛才我提到 我們要做的 是把我們朋友圈的親朋戚友 擺到我們的系統裡 去做篩選而已 但是 你怎樣去跟你的親朋戚友 去溝通呢 最重要是 記住 我們千萬不要做銷售員 不要做銷售員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會跟朋友分享 哇 產品有多好 有多好 那朋友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沒錯 節思的產品確實非常之好 大家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的樣貌 哈哈 都看不出我四十幾歲 如果你有機會 看到我以前的容貌 慘不忍倒 雖然沒錯 我們的產品很好 但是 如果我們的主題 將去朋友推介產品的話 朋友可能會誤解 哎呀 我知道了 又是那些生意 又是買賣的生意 可能你的朋友第一個感覺 他就誤解了 節思的生意 是一盤買賣的生意 所以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找出對方的需求 找到你的朋友的需求 你跟他談一下 關乎到可能他的家庭 他的小朋友現在怎樣 他的工作 他的生意怎樣 最近有沒有去哪裡玩 你圍繞著這些話題 你會拿到朋友 他真正有什麼需要 當你發現到 他有某一方面的需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邀請他 去了解我們事業的商機 但是 絕對不是你跟他說 用什麼 用系統的方法跟他說 因為當你 找到你的朋友的需求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 剛才我所說 關心 去問他 到底他有什麼需要 從而 你可以分享你的故事 因為 從你分享你自己的故事 或者 可能你 聽到我們其他 國際領袖的分享的時候 可能你會發現到 你的故事 跟你的朋友可能是 非常之近似的 那你就可以怎樣 借助這個故事 可以感染到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會想 原來你的朋友這樣 在這個平台都成功 可能他會問 到底是什麼生意 這樣 你才做中間那件事 做什麼 就提供一個方案給他 實現他的理想 可能你就跟他溝通 如果有一個機會 現在有一個生意 可以幫助你 達成到你的夢想 如果今天有一個生意 可以幫到你的什麼 你有沒有興趣認真看看 我們的方法 就是這樣 然後把你的朋友 帶到我們的事業說明會 而在我們的事業說明會裡面 是很多的方面 你可以做些什麼 例如說 有些朋友 他會做三方的通話 在電話做一個三人的會議 或者 剛才我經常提到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一個破天方 在傳堂我相信 其實都是首次這樣去做 我們跨國界 去很多國際的朋友 都上來去做分享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提到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有zoom的視頻說明會 這個說明會 我們分別有三種的語言 在現階段下 我們就是有廣東話 有普通話 有英文的 所以你的朋友來自全球世界各地 視乎他聽些什麼語言 你可以邀請他 上去我們zoom的視頻說明會 而且每個星期 我們都是定好所有的時間 最特別是什麼呢 在裡面 我們找到各國際不同國家的朋友 會上去我們zoom的視頻 去一個訪談 大家聊天、聊天 從而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加多 他們的故事 另外 就是 在大家的國家 有很多我們當地 都有一些事業的說明會 邀請朋友 參加當地的事業說明會 或者有些朋友 他們在家裡 會辦一些派對 會辦一些活動 譬如說 我記得在三年前 也都是 我的朋友 他辦了聖誕派對 當時 其實我在聖誕派對 就認識了他的朋友 而這位朋友 到今天 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綠寶石總裁 OK 另外 還可以做很多一對一 或者二對一的分享 可能呢 你約了你的介紹人 可能去酒店的咖啡店 咖啡廳 咖啡廳 一些咖啡廳 也都可以做分享的 可能 如果你說在當地 或者你的網絡 收得不太好 也都不重要 為什麼 或者在那段時段 可能你的網絡 接收得不好的話 我們都有一些的錄音 或者是錄像 或者是網絡的分享 我們完全有視頻的錄影 那這些一切的工具 我們在哪裏呢 在YouTube 我們的UFGS 官方的視頻的頻道裏面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這些工具 好了 接下來 我們到底要做些什麼 Patrick 我了解了 我知道了怎樣邀約 接下來我行動計劃 到底是怎樣做呢 我們主要做的是三件事情 好 第一 最重要的當然是怎樣 我們要做招聘了 招聘是什麼 就是生產力 OK 我們要提升我們的生產力 開始去招聘 招聘就是我們開始去做什麼 開始我們的分辨 第二 就是我們必須要參與培訓 在培訓裏面 我們必須要學習 剛才我提到 在我們官方的視頻裏面 有很多的工具 那你上去 必須要就是了解 當我加盟了 第二步 詳細要做什麼 而且 在裏面 很多的講者 都是我們系統 最優秀的講師 譬如說 有其中一位 是Yvonne 和Tim 那它幫助了我 幫助了我的課 很多事情 都在意安的身上學習 所以在UIGS的示範裏面 你會看到 譬如我剛才提到的 怎樣包裝我們的故事 到底 在整個譬如我們舉辦會議的時候 我們的流程到底是怎樣 由錢入心 一步一步去跟進下去 這一個就是我們系統的方法 當你學習了 然後再做些什麼 你要教識你的下屬 和你的網店的經銷商 怎樣去做培訓 一步一步我們去傳下去 因為這個是複製性的生意 不是說個人的能力有多強 最重要你有多懂得去複製 你有多懂得去借力 代表著今天這盤生意 你有多快可以成功的 所以在過去 有很多我們的總裁 一切都是怎樣呢 借力在我們成功的系統 UIGS的系統 這個系統它提供到什麼呢 是一個全球性的系統的支持 打造你全球經營的團隊 為什麼 因為除了Zoom的視頻 另外在很多國家 包括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台灣 香港 加拿大 美國 數之不盡 在當地 我們都有非常好的領袖 我們在全球大家互相去扶持 但是中間 我們這個關係鏈 完全不是建基在錢那裏 我們都是怎樣呢 感情 我們真是好心 就是透過在過去的 我自己三年多 但是系統 KIM 已經在六年多的時間 建立了非常成功的系統 我們的感情 形同大家什麼 是兄弟姐妹的感情 第二 KIM 也會經常每一年 都會舉辦一些系統的活動 去教育 去激勵 推動我們經銷商 開展我們的生意 包括什麼呢 我們會有鑽石的巡迴 KIM會連同我們一大班的Diamond 也是我們鑽石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就會穿州過省 去分別不同的國家 我們會辦招商會 我們會辦培訓 另外最近的 也有我們舉辦第二階 準備 就是我們一個創業的新典範 在裡面也有很多 在現場 我們會教懂一些實戰的工具 包括我們系統的活動 也有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講到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我是非常之深刻 因為小弟我自己 就是借力三次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是令到我上了Diamond 而另外 第三點 我們就是有很多的訊息 工具 因為包括我們在WhatsApp 或者在微信 在Line 我們都有很多很多的組群 我們會發佈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一些新的系統資源的工具 去讓大家可以把這盤生意 繼續複製下去 其實成功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就是要定好三十天的行動計劃 在加盟了頭的三十天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我們說的是動力 是那個momentum 大家都知道 哲司我們也都在2014年 我們獲得了全球的momentum 在業界公司我們得到第一位 所以怎樣把這個動力帶動到你的團隊裡 最重要的是首先 怎樣? 要拉動一輛火車 今天我們 或者在營光幕面前的朋友 你就是一個火車頭 由你去拉動的 你走得多快 後面就會離得多順 當你很費力去拉動的時候 但是當拉順了 其實你需要的力量就會比較小 我可以用這個火車頭 拉動整個拖卡的原理 去形容哲司的生意 所以要提升我們的動力 第一我們必須要做招募 在第一個月三十天的時間 我們先招募二十名新的會員 就是用剛才我們所說的 系統的力量 好了 然後你第二步要做些什麼? 當你招聘了 當你找了你二十個的會員 或者我們叫做連鎖的網店 然後你就要教懂他 做你同樣的動作 幫助他 開設他的二十位新的會員 第三步 教他們進入系統 參加系統的活動 其實朋友我可以告訴你 成功就是這麼簡單 在這裡我分享一些故事給大家聽 如果在你們當地 你發現有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或者如果你當地 你的國家是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 你買張機票去你最近的國家上 也是值得的 為什麼? 因為 其實我自己上過三屆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我在頭過三個月 非常自我 用我個人的方法去做 但是在踏入第四個月 就是我們香港 因為我是香港市場 我踏入第四個月 就是第一屆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我邀請了十五位的朋友 去上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我出來 用了短短十多天的時間 我上了紅島石 然後第二屆 我帶了八十多位的夥伴進去 出來一個多月時間 我上了綠寶 第三次在十一月份 我帶了一百四十多人進去 不出來 我就成為了鑽石的總裁 所以今天 我一切的成就 完全是因為系統的力量 如果我再重申 我去運用我過去做傳統生意 用我過去曾經 成功少少的方法去經營絕絲的話 我夠膽跟大家說 我絕對不可能有今天 所以 這一個就是我們成功的旅程 一切的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 我們要改變 要改變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繼續沿用過去 我們做事的方法的話 在捷絲的平台 我深深的相信 是比較難成功的 所以跟著我們成功的旅程走 第一步是怎樣 你必須使用好產品 為什麼 因為你用完產品 你自己會有感受 你說出來的說話 亦都是從心去出發的 這個就是 KIN教導我們的 什麼呢 從心出發 用我們自己的真心 用我們的真誠 去可以打動到 去感染到 令我們的朋友 產生到共鳴 第二步就是 學習怎樣去經營這個生意 這個是我們的總結 怎樣學習 當然就是跟成功者學習 跟我們什麼 系統的鑽石 在我們系統的總裁 跟著他們的方法去學習 最重要 我再強調 我們已經有官方的視頻 大家一切的材料 一切的工具 都可以在我們的網上 你可以拿到的 這個等同是什麼 等於我們一個中央的廚房 出品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 對了 跟著第四步 就是 正式開始你的生意 當你開始做的時候 不要忘記 最重要 我們是複製的生意 然後 你就將這本生意 怎樣 複製下去 去給你的 下屬的競銷商 去給你的連鎖網店 所以 剛剛短短 大概是 40分鐘的時間 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就是在 設施 我們的經銷商 成功的指南 在這裏 最重要的是 怎樣呢 持續學達 如果我送幾個字給大家 就是 聽話照做 跟進系統 這個是我過去三年多 我最大的得著 今天在這裏 預祝大家成功 希望在下一次 我們UHS大型活動的時候 可以見到大家 去上台 去接受 新的聘級 再上一個聘級 在最後 我們在高峰相會 希望下一次 我們大型活動 可以見到大家 我們也可以 聊聊天 大家互相交流 我們的故事 好吧 今天我這個培訓 差不多到這裏 下一次 有機會 我們再在空中的視頻 和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 謝謝 拜拜 是否立即很想把握這個機會呢 記得聯絡你們的朋友 不過不要忘記 記得訂閱我們的 USGS official channel 裏面有更多更強大的資料 拜拜